我国的公共交通系统可说是四通八达 但不少国人还是有拥车的梦想 总觉得会更加方便也更省时间 不过这笔消费不容小觑 今天的省钱玩就分享如何不搭花钱的情况之下 也享有拥车的便利 车子已成为普通新加坡人的奢侈品 除了昂贵的车价以及拥车证 每年还要支付保险费 保养费 道路税等 更别忘了还有汽油费及停车费 想拥车每个月至少要同出接近一千元来养车 拥车的梦想或许越来越遥远 但要享有车子带来的便利 也不一定要买车 省钱王林施施将和大家分享 他怎么用最聪明的方法以车代步 周末的话要跟朋友出去吃饭 有些地方其实公共交通其实还蛮不方便的 或者有些时候因为我自己有养宠物的话 必须要带他们去看收益去检查的话 我们也是需要去开车的 越供的话贷款的话是大概差不多一千 停车费的话大概是三到四百元 汽车打油的话大概四百以内 每个月毛险费加到来大概是两百 所以我们算到来大概总额开销的话 是大概两千八到两千块钱的消费 一个月两千多元扔进车子里 对林施施来说是很重的负担 因此用车证到期后 他选择不再买车 而是尝试使用共享汽车的服务 为了能带可爱的宠物出游 林施施甚至考虑过再次成为庸车一族 但随着共享汽车的市场逐渐扩大 他也找到了合适的选择 盖国能允许使用者带宠物的话 是其实对我们还蛮方便的 在汽车有些方面其实它做得蛮到位的 十分安全和干净 盖国的费用的话是有实费 还有那个每公里的那个寄费 所以我们也要看我们自己开的多元 比如说我们这边盗物节路的话 我们大概是在一天三四个小时的消费 大概是大概五十元之内 一个星期的话我们用到两三到四次的话 就大概少过一千元 我们觉得在这个通过奔赏的环境之内 我们的服务会越来越热门 因为拥有一辆汽车的开销越来越高 跟共享汽车的服务 能让人需要用汽车的时候才付费 他们可以用这些省起来的钱做投资 还是挂在其他生活需要的方面 精打细算的林施施也发现 改变用车概念采用共享用车 每个月不但省下多达一千两百元 也不会因为养车而担心意外破财 就像我之前拥有汽车的时候 有些时候有一些额外的开销 比如说维修费 之前我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 我们看维修费就忽然就额外 就支出那个月就多出大概两千元之内 共享汽车市场需求日益激增 业者也如雨后春笋般投入服务 这位省钱王柴天勤又是如何通过 使用共享汽车来省钱 我最开始觉得需要用车的时候 是当我有孩子的时候 比如说要带家人出门 我要去很多地方 要买东西 要吃东西 然后要去公园 可能有车的话就会比较方便 而且也会方便我们携带一些 小孩子用的东西 几个原因我现在还没有买车 最主要的严惊还是因为 目前的COE 还有就是通货膨胀 就比如说家里面用的东西 吃的东西 加上我的孩子会用一些奶粉 纸尿布 这些的价钱都会有一点点起 柴天勤的太太目前在待产中 马上要迎接第二个宝宝了 尿布 奶粉等样样都是花费 柴天勤又如何节省用车的开支 目前我在用Tripe Car 他们有一个subscription service 每一天的话大概会给你两个小时 使用他们的车 所以说在周一到周五 我会用他们的 可能周六周日的话 我会用另外一家公司 因为有的租车公司 它不包括油费在里面 这样子的话用户要自己去打油 然后有一些租车公司的话 会把油费算在里面 按每公里来收费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看 比如说我只需要一两个小时 可能去很短的距离的话 我就可以选择有油费在里面的 目前柴天勤一共使用 两个共享汽车的服务 除了货比三家来省油钱 策划好车程 也能减轻荷包的负担 用车球之后 我会大概懂说 从A点到B点 我大概需要走多少路程 我大概需要打多少的油 如果说只有我和我的太太 还有我的孩子出门的话 可能我们需要一辆小的车就够了 但是如果和家人朋友 一起出门的话 可能我就会需要大一辆车 可能会要打多一点的油 然后在停车场方面的话 可能也可以在网上寻找 比较靠近的停车场 然后停车费用会比较低 可能你用一天的车 如果说跑100公里的话 可能要花费20块到30块的油钱 这样子当周末出去的话 可能我会花费大概80到100块左右 一个月下来的话 如果我每周都会出门的话 可能一个月下来 大概会花费500块左右 对 比起买车的话 可能会省差不多要1000块 有些共享汽车 甚至让用户租车来当私造车赚钱 汽车共享主要的目的是 提倡使用权而不是拥有权 所以善于理财的群众 他们对这个服务的灵活性 对他们来讲很吸引他们 要用车 不一定要拥有车 只要调整心态 你我都可以是省钱王 我觉得总体来说 过得开心就好 钱是一方面 只要够用过得开心就好 用车不用车 省钱最快乐 今天的市场有决 就不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